別人家都是三菜一湯 我家就不一樣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學的五菜一湯 沒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動手哦 醃製的配方我已經打在屏幕上了 味道比較清爽 但是可以很好地取出蔬菜的色和苦味 找一個大盒子放入切好的蔬菜 倒入料汁沒果實菜 放進冰箱冷藏一碗 即爽客又下酒的五菜一湯就做好了 快做給你愛的人吃吧